只要鸡蛋与牛肉,家里有这些材料的朋友们进来看一下 今天吃什么呢?我跟韩国的邻居学了一道菜 锅里放一小勺油 放入火锅牛肉片 尽量把牛肉片散开来,平铺在锅底 这里要用小火,不然牛肉会煎得发黑 均匀的撒上一点盐巴 和一点胡椒粉 目的是为了增味去腥 撒几粒小葱进去 再淋上一勺芝麻香油 再加上一勺食用油 倒入半碗鸡蛋液 翻转一下锅子,让鸡蛋液凝固 等鸡蛋煎得比较老的时候,把它翻个面 再淋入剩下的鸡蛋液 就这样,翻面然后加鸡蛋液 再翻面再加鸡蛋液 这个牛肉饼没有太多的调味料 仅仅是在牛肉煎的时候加了一点盐和胡椒粉 这种在餐厅里卖的挺贵的韩式牛肉饼 没想到在家里做居然这么简单 把它切块切条切丝 直接吃蘸酱吃或者放在面条里吃都可以 这里是凯特Kate在韩国生活频道 欢迎大家关注点赞 我们下一期再见,拜拜